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大家伙看这期节目的时候 十八大已经开幕了 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美国总统已经产生了 那我们知道奥巴马连任成功 那今天做节目的时候 七号这一天 估计大家伙都洗衣睡了 因为都累了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 奥巴马四年前 宣誓就任总统时的场面依然存在 那个时候我们节目已经有了 马悠悠在现场奏了一段曲子 这是当时的情况 而我在那个四年前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同样在做奥巴马宣誓就职 就任美国总统时 我曾经明确讲 大家注意到 奥巴马是把手放在了一本圣经上 在他首放圣经上宣誓之前 他叫美利坚合众国 获选总统 他宣誓之后 是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这个用词的区别 是以试约的方式来划分的 这就是我一再跟大家要讲 我跟大家交流 就是我们探讨 无神论是扼杀了普通中国人 正常的世界观 正常的做人 人性当中的一个非常狠毒的东西 共产党所灌输的无神论 它是以灌输的方式 而你上庙里算命 你上庙里烧香 人们对神佛的敬仰 那是自然的属性 但是在共产党的社会当中 却以诱惑 利益 威胁 杀戮 要求人们 所以这是 马克思当初在创立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先入了撒旦魔鬼教 是魔鬼在人中的一种表现 还是有神论 只不过这个时候是魔鬼 而不是神佛 德国之声有篇文章 还是探讨美国大选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 美国大选 中国假选 在美国大选之夜 不少中国人也彻夜关注 甚至不仅关注 还亲自投票 有创意的中国公民 借机讽刺中共的一党专政 所谓的亲自投票 实际是在美国大使馆 开了一个party 这个party呢就是提供给一些中国人的一个机会来观看 实时的观看美国大选的现状 那在当时呢 他们也就假想的弄个票箱 200多号人 咱们投票 你选罗姆尼我选奥巴马 大概是这意思 文章紧接着讲说 美国中国几乎迎来了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两国同时的 6号美国大选 8号中共十八大召开 会上也将就政府换届和重大人事决策做出宣布 美中的头等大事几乎同时间进行 这也让两国的政治体制的对比更加的鲜明 一边是中共的暗箱操作 一边是美国激情上演本国的民主大片 这个我觉得就没什么太多的评论了 我觉得这个本身的对比式下 大家知道什么叫悲哀 什么叫真实 其实你让我说呢 咱说过最普通的话 什么叫生活 什么叫活着 文章紧接着讲一个标题叫做 十八大之后没有人会这么高兴和激动 说这话的人呢 是当时到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个 去参加这个活动的 在北京呢 从事市场资讯业的姓何的现场 他自己讲说 很可惜 在中国没有像美国这样的选举制度 只要中共执政 那中国恐怕不可能举行任何的民主的选举 直接否定共产党 而另外一位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呢 是来自于一家旅行社的姓王的老板 他自己对法新社记者是这么说的 我当时选了奥巴马 这是指在美国大使馆里面 他们举行的活动了 他说我选了奥巴马 我支持民主党 因为他们的政策更加的自由 对我来说 民主党的政策代表着美国的自由理念 而且他提到 而且他手指着 在美国大使馆里面大的这个电子显示屏 他说 你看奥巴马的支持者有多激动 中共十八大结束之后 没有任何中国人会表现出如此高兴的情绪 我在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 对吧 甭管是七个或者九个常委 梳着一样的头 染着一样黑的头发 必须得说 染着一样黑的头发 戴着一样的领带 穿着一样的皮鞋 穿着一样的衣服 但是谁先谁后非常清楚 在你们整个争权夺利的过程当中 共产党真实的一面已经展现出来 反过来说 你已经掩盖不了了 文章紧接说 作为中共本身应该多听一些民意 一位主管某公司人事部的 所谓的参加这次活动的人 跟法新社讲 全世界正在期待着中国 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 有新的宣布 十八大应该告诉全世界 中国究竟走哪条路 我希望中共领导层 能够多倾听民意 而不总是自己关起门来做决定 当他不得不去听 你的意思的时候 在这个 我说前提是在党的体制 独裁体制之下 当他不得不去听 你的意思的时候 是他感觉到威胁 你们要砸门了 你们要砍砖头了 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呢 大家注意到 到美国大使馆参加活动的 来自于不同的部门 一个是做市场的 一个是开旅行社的 另外一个是在公司里做人事部的 不同的人参加美国大使馆的这个活动 一共有两百多号人 但他们表达出来的意愿呢 却很清晰 这就是我说的 人的自然属性 当你在一个社会当中 能够遵从自己生命中自然的感应 自然的反应的时候 那叫生活 当这个环境扼杀到你 扼杀掉你自然的属性 你又去很亢奋 很参与 很争取的时候 那叫活着 苟且偷生的活着 在北京很多朋友呢 一些包括有头有脸的人呢 他不愿意苟且偷生的活着 他愿意保住自己自然的生活 那这些人呢 党部欢迎他 德国之声另外一篇文章 直接这么说的 离开北京 党部欢迎你 中国作家王力雄发表文章 讲述在十八大之前 国保要求他必须离开北京 他认为中共的秘密会议 无权迫使公民的家庭分离 王力雄明确讲说 几个星期前 他太太维瑟 这是一个藏族的藏族人作家 已经被强迫离开北京 允许他到西藏拉萨 而在之前呢 维瑟呢 曾经要求到这个西藏拉萨去旅游呢 结果不许他去 所以这就是党根据不同时间的需要呢 对具体的人的本身的限制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实的 这个社会真实的一面 而王力雄自己呢 也非常的 其实在中国社会蛮有名的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 这里提到了呢 比如像天藏 我的西域 你的东土 这些作品呢 都惹起当局的很强烈的不满 因为他写的很多内容呢 是触及到比如说西藏的一些文化的问题 其实他更有意思的一本书叫做黄霍 大概从这儿算起的话 二十年前写的这本书 黄霍被誉为叫政治预言小说 其中当时就在他的小说当中就有一段故事 当中共的公安部长为了嫁祸于他人 找了一个患有癌症的女人 在天安门广场自焚 许愿给他多少钱 自焚之后呢 把这个女人的自焚 嫁祸给另外的这个公安部长的政治上的对手 是敌人 2001年大年三十所谓法轮功学院天安门自焚委案 出现之后 有人意识到王力雄写的黄霍 应该是这一次所谓法轮功学院天安门自焚的剧本 是当时的罗干 他们在抄袭这样的做法 把这样的故事搬到了天安门广场 变本加厉的放在了当年大年三十的晚上 这样的推测上网之后 王力雄的黄霍就被咔嚓了 整个在中国环境当中把黄霍这本书疯了 那王力雄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呢 记述了藏族人在中共高压政策下的生活 以及抗议的现状 所以他作为异议作家 而维瑟是他的太太 那是中共当局的上的黑名单上的人 当局禁止他的书 在中国大陆出版并且没收了他的护照 王力雄讲说 国保威胁他 如果你不离开北京 那事情将变得很不舒服 但是王力雄到现在依然留在北京 必须照顾他年迈的老母亲 而让人嘲讽的却是 王力雄的母亲是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 他当年加入中共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政府缺乏人性 历史的嘲讽 47年的老党员还剩多少 白手指头能数出来 这么一个老党员 他的儿子 他的儿媳 在承受着没有人性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环境 而当时的他妈 47年加入中共 打倒没有人性的国民党政府 这是今天中国的社会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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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